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各位陶志报好 大家早安 欢迎再多收看非月时备四部节目 我是运达陶库蔡一璋 那么今天是礼拜四 四月十三号 海股市今天的表现 就不会说像过去这两天 那么无聊 那么一直不断地往下滑落 今天出现了一个反弹 不过我跟你讲说 这个是预期之中 你相信吗 我们各位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第一个讯息 四月十三号 早上八点四十四分 海股昨天濒临破前低之际 拉起来预料了今天反弹的能力 的确今天反弹目前涨二十七点 更想到你不要以为说 我这八点四十四分好像蛮接近开盘了 那看月板 看韩国的股市开盘状况再来做预期 我告诉你 我每天写这个讯息 都是早上六点多写的 你每天看都是早上六点多写 没有一天例外 为什么那么早起 没办法 我就是早起 我每天都是五点钟闹钟 那以今天来看到 通常是五点钟闹钟 但是不用到五点钟 我就会自然醒过来 没办法 长期养成习惯了 而且不是短期 这是几十年的习惯 我长期以来就是这么早起的 所以也因为在来工作 就变成更需要早起 本来就有早起的习惯了 在来工作更需要早起 那这个早起当然除了吃早餐 惯喜 运动 还有包括做一点功课 这个做功课六点多 我就必须要把它写完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讯息 其实就是每天早上六点多所写的 台股昨天濒临破前低之际 拉起来预料了今天的反弹的能力 只是说前波的低点 9788还在告诉你 支撑性不算大 支撑性不算大 恐还是没办法撑过久 所以反弹高度 我认为还是很有限的 不过短线 当然这个地方特别率 我遇到特斯拉概念股的切入点 这个等一下有时间会跟各位提到 好的 那么今天反弹 就变成很正常的事情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各位看一下这画面 各位韩记者在过去这两天 台股股市不断地往下滑落滑落 那昨天呢就是也是在我解盘的时间 九点多的时候呢 跌跌跌跌到9789 就是要跌破上礼拜的低点 9788 快要跌破这个之际啊 就是这个当下呢 奋力地往上拉 拉出了一条小小的向影线 所以你9789并没有跌破 目前为止的四月份的低点 9788 隔了差一点 隔了差一点 好隔了再没跌破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 拉起下影线的这个情况发生了 就是没有跌破的这种 那个应该怎么讲 这个愿望 就是说我不让你跌破嘛 当然有一方是有这样的想法 我不让你跌破嘛 就是要守在这边嘛 所以他愿望就必须要让他成真嘛 所以当然成真的情况之下呢 今天就是继续地往上拉 因为后面的这个往上反弹能力 也必须得具备 也就是来自于昨天的没有破底 所以这个欲望也好 愿望也好 就产生了今天的往上反弹能力 所以今天反弹起来的话是OK的 甚至于今天收红雨 我觉得都很正常 但是还是要跟各位叮咛 这个反弹上去 因为毕竟这个低点 9788这个低点来的话 无法撑太久 我还是要告诉你 不是说今天撑上去了 然后台股又要往上燃烧上去了 又要突破全部的高点 什么9949啦 9976啦 要往上突破 我告诉你还是没有办法 我在前几天就跟各位解盘预测过了 也就是说这个高点 就是4月5号的高点 9949 恐怕整个4月份都难以过关 9949 9976 一万点 这三个数字 过一关 关关都会过 其实在过去这两天的解盘当中 我也跟各位提到过的 9949 就是4月5号的最高点 你也记得吧 清明节过后的头天不是打仗了 137点吗 那天最高点就是9949 好 另外一个9976 就是3月份的最高点 就整个波段上来 目前为止的最高点 9976 而一万点就不用讲了 9949 9976 跟一万 这个三个数字 其实都集合在50点之间 各自当其干 换句话说 你只要能够有办法 到达9949 未来这几天 你只要办法到达9949的话 那9976也会到 一万点也会到 所以就看指数 是不是真的有办法 到达9949 但是我要多讲一句话 我就说一关到 那关一关都会到 但是呢 我再多讲一句话 就是说 关一关难过 目前就是关一关都会难过 也就是说不太容易 不太简单 当然今天反弹是可能的 就没问题的 今天目前为止 继续拉高 现在涨39点 9点 35分涨39点 那这个拉高来讲的话 就是很正常的 我刚刚提到过 今天收红都应该 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收红也不代表 是说指数呢 会冲过9949 就是了 因为我刚刚讲了嘛 关一关难过 关一关真的都难过 至少在4月份 那所以反弹高度是有限的 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昨天《慈禅日稿》当中 有写到一些话 我们各位看一下 4月12号 昨天大凡跌14点 好了 这个地方所写的就是说 昨天就是几乎要跌破 这几天的低点 9788的时候呢 这紧要关头悬崖热马 下火辣气 虽然还是收黑 但至少也没有伤心低 让多头有的 能够稍微喘息的机会 好 然后就这个技术面判断 那昨天既然是 暂时没破9788的话 也不代表 一直跌不破 我还是在告诉你 不是这样子 甚至也很可能 在未来两天还是会跌破 看来眼界太过 气息还是偏弱的 好 如果就形态学来看的话 就算4月7号的9788 遭到跌破 还是跟各位讲 3月16号的残虹棒缺口 9768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力道 各位亲爱朋友 我们看一下 坦白讲 在台股 没办法往下大幅度崩跌 在哪里的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观察点 上礼拜的最低点9788 但是我告诉你 很薄弱 这个支撑太弱了 所以未来几天 还是可能会跌破 但是跌破 不会大幅度崩跌 为什么呢 回头去看 3月份往上走的这条路上 出现两个缺口 你要晓得 技术面来看的话 只要是缺口的话 都算支撑 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 那如果说你再往下跌的话 这个缺口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就是3月16号的低点 9768 9768跟9788 不是差很近吗 9768 9788 不是差20点而已吗 所以如果说真的往下跌下去的话 9788破 这个缺口也会撑住了 所以跌不到哪里去啊 如果再跌破的话 这个地方又有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就9720 都是在97 97百多点的地方了 所以这桶的缺口 这桶的缺口都是支撑 如果再撑破了 就看这个地方 还有9562 所以现在台股 你经理里面 口里感觉这么没了 就是因为 它上面锅盖已经形成在那边了 你那上去的话就非常有限了 但是跌呢 会跌 但是跌了一定的程度 或一定的指数的位置 它马上就弹起来了 因为 因为它当时这个往上走的时候呢 建立了不同地方的摊头堡 这个摊头堡就是所谓的一个支撑 缺口支撑支撑支撑嘛 所以下来支撑又到了 它又起来了 下来一个支撑又到了 它又起来了 所以让你很没人在这 往上空间没有 往下有空间 但是呢 空间又不大 所以下去会弹上来 下去会弹上来 就是目前就这么这样的情况 所以今天下去了 昨天下去了 今天马上弹上来 为什么 就是这个点在撑的 9788 弹上来之后呢 我告诉你 还会下去哦 下去之后呢 这个缺口又肯定撑住了 再起来 再下去 缺口又里面再撑掉 再起来 再下去 也是再撑掉 这就是造成 目前了 一个往下整理的形态 据此重的 这样了解的意思 好 看下去 这个刚刚所提到 就是3月16号的 超红半缺口的9768 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力道 所以眼前来看台股呢 就算气弱 但是还不至于呈现 立即性的崩跌状况 所以呢 眼前如果说要采取 峻空避潜的动作的话 应该还不需要看到很坏 而做出很多余的万里长空的行为 但是必须要留意的是 台股呢 不崩跌 不代表 不会跌 而且不表示 会大涨 如今来看 3个点 就是刚刚所讲的 1万点 9976 949 这是目前这一波段的最高 9976 还有就是4月份 目前的最高 4月5号那一天的收盘价 9949 这三个点已经越来越难被挑战了 也就是眼前台股上方不只是有锅盖 而且锅盖还越压越低下来 这将使得台股呢 能够往上反弹的高度呢 越来会越有限的 所以呢 做空就变成无法藏空 而且更何况 空单也必须要怎么样的 强制回补 很多在4月份要强制回补的 然而做多呢 也需要有赚了 拿了钱就跑的一个心态 写到这里的话 各位就能够知道 为什么我会在3月份的下学的时候呢 预言过4月操作难度 会高过于3月份的原因了 不过面对台股当前上下难产的窘境 不是不能赚 而是既贪也既懦 只要过度贪 或者是太阙懦 都将难敌4月之盘 换句话说呢 就是要懂得见好就收跟见不好 也得收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策略 4月份操作难度 如果说你现在来看的话 你现在或许能够稍微体会到 为什么在3月份的下学 有跟各位预测过 4月份的操盘难度 会比3月份更难 为什么呢 你自己看 3月份你说难嘛 坦白讲 3月份还蛮简单的 你有下去 因为本来就有这个台股多头 随时会奋起的机会嘛 所以下去之后你当然空袋 也要见好就收啦 这段路要做多很简单啦 然后做到9976的话 又太靠近万点啦 所以一定会做整理的嘛 好了 整理一下来 所以整个3月份来起来的话 都是有机可循 而且这是蛛丝马迹 早在还没发生之前 就跟各位提到过了 好了 那4月份难在哪里呢 就是说 你在这个地方 整理都还没有完全到达 一定的程度 时间都还没到达成熟 结果4月5号 长假过后 立刻来标开 标了做几个大红棒 所以会吸引了一些投资人 我告诉你 可能就无知的啦 后知后觉 后不知不觉的啦 可能那一定会抢进 一抢进的话 就马上中标了 这中钱啊 就马上套了 你看后面的形态就知道了 那天你如果抢进去的话 很多10至89的股票 都会套住了 所以呢 难就难在的是说 他礼拜 头一天 4月份的头一天 就给你拉得那么高 拉得那么高 然后引诱你 诱惑你 然后去做追逐的动作 然后让你这样中枪 难以解套 发生这种情况啊 但是叠呢 又叠的 叠的就是不甘不脆 难就难在哪里呢 就是说 难在这里 感觉要 好 你如果说 一直叠下去的话 那也无怨无悔啊 反正有个做抢的好啊 问题是 他还有材质跟他摆不起来的 像今天母亲来说的 我又去八个四十三点了 刚才又去四十九点了 这个就是跌 也跌得不甘脆 所以呢 难在操作的就是说 他先诱惑你 然后再杀下来 杀得不甘脆 然后再给你拉起来 你拉起来的时候呢 当然有些投资人就想说 这个又会不会是一种陷阱 你不敢买 我又继续拉上去了 你不敢买的话 后面又变追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敢买 敢买之后呢 隔天又给你摔下来 又变成套住了 所以呢 套住套住 不断地套住 不断地陷阱 不断地让你中枪 这是目前的台股 在操作难度来的地方 所以呢 在四月份 今天才四月十三号 还不算是四月份过了一半 但是很多人在这一段 录了一种话 受伤的受伤 然后呢 退出观望的退出观望 那当然有些人是认为 坚持万点会来 你还记得吗 在过去这两天 有跟各位提到过 就是说你用二分法 去看待这个台股未来的走势 所谓的二分法很简单 一分就是在于 我们认为台股今年会上万点 那另外一个就是 台股今年不会上万点 台股上万点 不就是不上万点吗 不然的话 请问你还有第三种吗 台股要上万点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台股不上万点 好了 那如果假设说 我们今年认同台股会上万点 那你也晓得 你要上万点之前 一定会有整理的嘛 所以现在的整理 就变成很正常的 很合理的 不过分的 对不对 好了 那另外来一句话就是说 台股如果不上万点的话 那目前整理就变成 刚开始 后面可能还有往下跌的空间了 所以呢 当然了 如果是第二个的话 我们不乐于见到 但是没办法 那是大自然要形成的一个过程 我没办法去说 跟它抗衡的 所以呢 不管如何 台股上万点也好 台股不上万点也好 其实这个整理都变成很自然的 因为我刚才讲了 你要上万点 你也必须得整理啊 现在不需要整理啊 所以呢不管你要不要上万点 都必须得整理 所以你现在的台股呢 让你再起来又下来 再起来又下来 这很正常的 这变成你也必须得去接受的一个 现实状况了 好台股呢 我刚才讲太多了 就要讲大盘了 现在9点44分40秒 大盘现在涨48点 今天应该是说 红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好了 那下个阶段回来的话 就要跟各位谈到个股了 我们休息一下 立刻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头顾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 订阅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得加速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灵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香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效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干燃灯隔热 大家一起来 清除自身员 盆栽底盘 虫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屋后沟屋顶排水槽 每周清理不阻塞 菜园除水桶 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 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要倒干净 再回收 预防灯隔热 清除自身员 大家一起来 Action 各位好 欢迎回到这个 飞越石碑塑现场 我是蔡宜璋 今天台北股市 目前为止涨45点 反弹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今天一开始跟各位解凡 就是说 本来我们在昨天 就承认稿当中也写到了 今天早上第一个讯息 也写到了 就是说今天台股 会呈现反弹的 反弹收红 我觉得应该不是 什么太意外的事情 反正整理 不可能说一直往下跌 才叫整理 恒相盘 或者说跌之后的反弹 这个都是算整理的过程 那今天能够台股呢 能够是涨的稍微比较像一样一点 现在涨43点嘛 最主要是全职股 红海的大动作 各位看一下 红海的股价呢 在外资不断地拉的买超的情况之下呢 那现在已经涨了一块半了 而且是今天股价 最多创新高 前几天呢 在四月份的头一天呢 四月五号呢 当天大盘不是涨了137点吗 出现一个大幅度的跳空缺口 然后呢 休息了两天 之后呢 又不断地慢慢地拉高 拉拉高 而且是连续四天的上扬 这里半了 从礼拜一涨上来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今天又创新高上去了 那由于外资也是不断地买 因为昨天外资来讲话 还是呈现买超 最近外资买超的 当然不是只有红海 像最近买超那个什么 像那个面板股也是买得蛮轻多 昨天外资这个买超红海是第二名 19483张 那另外来讲就是 最近外资买超的相当多 还有包括自营商也在买 一个就是尤达 我们各位看一下尤达的股价 在最近这几天来讲 不断地买超红海 昨天外资买超第一名 就是尤达 两万一千多张 今天继续往上冲 尤达昨天自营商也买了 一万五千多张 那另外群创 群创呢 这个群创呢 昨天外资也是买了 一万零五百九七张 那自营商也买了 第一名就是两万五千两百多张 这是属于比较低价的股票 但是呢 买起来的话 就是不松手 然后把股价越涨越高 上去了 练买股在涨 红海在涨 所以大盘呢 今天就新增了一个 比较强力的反摊 比较有像一样的反摊 但是你会想到一件事情 红海今天 涨了快要两块钱了 也的确创新高了 但是大盘目前的 涨点才319点 那是搞什么 那表示说 很多其他的股票 不见得有涨到 今天等于是说 几乎都是涨在 某些家里头的去了 某些家里头去了 那反而这其他的股票来的话 就变成在作弊上关 所以就以现在当下来讲的话 选股就变成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了 就变成很重要 好了 那刚刚有提到 我们在第一个讯息当中 有提到一件事情了 4月13日 今天早上 我不是提到的 就是说 今天会反弹吗 酝酿的今天反弹能力了 好了 但是刚刚跟各位讲 反弹高度是有限的 这是今天早上第一个讯息 那另外短线可留意 特斯拉概念股的切入点 为什么根据提到特斯拉概念股呢 其实坦白讲 特斯拉的股价 昨天还跌了3.8%左右 还跌了相当多 但是 而且是连续两天的下跌 但是在前天之前 就是连续两天下周之前 特斯拉的股价 却是非常非常的凶悍 而且今年以来 在美国的上市股里头 这一票汉的上市股里头 不是苹果 本来是特斯拉 特斯拉的股价 今年涨幅来讲话 可以说是永贯三均 那所以也值得 跟特斯拉有供应链关系的 这些其他股票 也跟着水涨残高起来 台股就有很多的特斯拉概念股 当然不是所有的就涨得很多 因为毕竟 母鸡长得最多 其他小鸡就是慢慢涨慢慢涨 有一定的涨幅 但是就不是涨得特别多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国内的像特斯拉概念股里头 就有昨天是涨停板的 那今天来讲话 又往下翻黑的 也有 我现在讲的不是说 叫你去赶快去买 但是因为昨天特斯拉的股价 是跌了3.8% 所以才使得今天 部分的特斯拉的股票 还往下压 但是没想到一点 那昨天怎样涨停板 昨天有些特斯拉的概念股 国内的 是有涨停板的 而且今天来讲话 有些 就算昨天涨停板 今天都还在涨 那换句话说 这些股票也跟压不下去的火焰了 而且就算昨天也有股票跌下来的 那今天马上又出现一个翻红的形态 它反而是跟美国的特斯拉的股价在脱钩之中 那但是问题是整个概念的表现来讲话 是完全存在的 也就是说它有涨了一段路了 它现在就算脱钩了 它昨天跌嘛 但是呢 它不见得跟它跌了 它反而就是继续开低能够走高上来 或者是说 整理之后继续往上走高上来 它跟它脱钩 是脱钩在这个短线的一个表现 所以更多讲就是说 既然特斯拉的概念股 目前在国内的一种 还没有涨得特别多 我觉得是可以留意 像我们今天是有 的确有做买进 既然目前的股价表现 还算论不住了 而且如果说 你现在当下 我现在跟你讲话讲盘的时候 我现在不用看 我也知道 我们今天早上买 都还赚得到钱 这个就是表示说 这些股票来讲话 已经算是挡不住了 就算你美国特斯拉的国家 就算回跌好了 这些股票 我们都还有继续往上涨的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你母鸡之前涨太多了 你这些都还只是 涨一点点一咪咪而已 不算再太多 所以光是想象的空间 光是说从供应链 就带过来的一个 雨露均沾的关系 我觉得都还有 蛮大的想象的空间的 还有一点 就是我在跟各位提到过 我们在前几天 我们就看在今天 我们还有一个 这个讯息 4月13 今天早上就连三分钟的时候 提到 玉金光 今天我认为 这是我认为 不见得是正确 但是还是 我把这个看法 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今天还是站不上 330空单续流 继续必行 那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 玉金光现在股价来讲 现在是下错的 当然说 昨天大涨 现在是下错的 现在是327.5 我现在写的是说 站不上330 为什么要提到330呢 因为在4月11号 前天的时候 提到所谓的 330密码站 然后12号的时候 昨天还拉上去 但是我这11号 才做头一天放空的动作 OK 那么在昨天12号的时候 还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玉金光 2月份每股亏损0.53块钱 列为净事股 我们在前一天 就是礼拜 4月11号才刚做眷控的动作 请安心报道 空单静待 获利下车 当然我现在讲 就是说 玉金光现在在平盘附近 平盘上下浮沉之中 顺便一提 玉金光 4月21号 龙卷强制回补 所以我没有鼓励各位去放空 4月21号强制回补 请问日子还有多少 没有多少 只是我告诉你就是说 有所谓的330密码站 所以股价 你也懂得 做多的话 你也懂得见好就收 我现在放空也是潜藏极致 为什么呢 因为4月21号 就是龙卷最后 强制回博日 好 不管如何 多说无意的 因为能够听得懂 我的意思就是听得懂 但是我希望各位听得懂 你如果真的听不懂的话 那真的希望您直接 拨打广告中的 我们公司的电话 来跟我做加询 如果你喜欢操作 中高价位的股票的话 你可以选择 非要家族来做加入 就像特斯拉的话 我就分 今天非要家族 十倍数会都有买的 但是以中高价位的话 就是选择在 非要家族来做买进的 那中低价位的 特斯拉的股票的话 就选择在十倍数会 来做买进的 这样了解 那当然说 如果说你中高价位 中低价位都想买的话 那就是超级双向炮了 这目前是电话需温度 比较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持股兼具了 非要家族的 还有十倍数会的股票 你都会有 那既然如此的话 行情自然就不会 让你闪失掉 获利自然是无法挡的 好 这个电话呢 就在广告之中了 所以请您 如果想赚钱的话 帮你主动一点 好不好 好了 祝福您今天股票 操作顺利的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 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运达恐怖 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利加速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可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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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사람